作为艾斯战情里的战力天花板 同时也是唯一的五级变种人 黑凤凰的超能力到底有多强 大家都知道万磁王可以操控金属和磁场 而他拥有比万磁王更加力天的 操控所有物质的能力 甚至可以移动星球 包括在心灵感应方面也是远超教授 在系列电影中 教授和万磁王在他面前根本毫无还手之力 最终教授直接灰飞烟灭 而在对抗天启时 他只是唯唯一用力 就秒杀了号称最强变种人的天启 可以说黑凤凰之下万物皆为蝼蚁 而他如此强大的能力又是从何而来呢 秦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异于常人的天赋 这天他和父母驾车外出时 坐在后派的寝 无意间激发了自身的超能力 母亲被催眠阴导 车子失去控制 导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母亲当场去世 父亲觉得他是个怪物 于是直接抛弃了他 好在被致力于培养变种人的教授收养 并且修改了他的记忆 来告诉他父母在车祸中不幸去世了 就这样教授把情带回变种人学院抚养 时间来到1992年 这天一艘载人飞船在太空中失去联系 当X战警门赶到后 发现原来是一团太阳要搬影响了飞船的航行 高速旋转的飞船随时可能解体 于是雷射也发射激光摧毁了飞船推进器 让其停了下来 暴风女白眼一番将缺口冰封 接着夜行者跟快迎传送进飞船救人 在他们的急速配合下 很快就把所有人都救了回来 可这时一个宇航员说 认为情可以稳定飞船 于是夜行者带着情再次进入飞船中 就在夜行者刚找到指挥官时 太阳要搬突然冲向了情 夜行者没能带回他 情为了保护队友 将所有的太阳要搬吸入体内 在一阵剧烈的爆炸之后 情居然毫发无伤地漂浮在太空中 夜行者迅速将他带回 看到情没事 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救援任务圆满完成 大家成了人们心目中的英雄 回到雪院后 野兽帮秦检查身体时 发现因为吸收太阳要搬的原因 他的能量变得更强 晚上学院举行了庆功宴 当秦看到一旁的火焰时 突然他的神志变得恍惚 秦内那股狂暴的能量也开始不受控制 最后教授通过老伯增强棋查看秦的精神状况 他发现秦的心中满是痛苦与愤怒 在秦小时候 教授封印了他过去痛苦的经历 而此刻这些封印正在坍塌 这时秦醒了 发现自己的父亲还活着 他觉得教授一直在骗他 然后愤怒地将教授赶出了他的身体 与此同时 地球上来了一批不速之客 这些外星人杀掉人类后 在伪装成人类的样子 而他们的目的 正是为了秦体内的那股一样而来 这边 秦已经找到了他的父亲 父女久别重逢 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 但父亲的脸上却满是愁容 因为他的心早已随着 那场车祸和妻子一起死了 父亲把这一切都怪罪到秦的身上 还销毁了家里和秦有关的一切 并且抛弃了年幼的他 得知真相的情悲伤且愤怒 就在这时 教授几人胆而过来